嗨,可爱的小恐龙们,见到你们真开心啊 你们一定在期待今天要学的新知识吧 那快让我们转动戴诺转盘,看看要学什么吧 我们今天要学习和大陆有关的知识,太棒了 而且我们还要玩拼图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镇 淡豆淡娜,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这些就是拼图了 颜色好丰富啊 一会儿所有的图块会开始旋转 你们其中一人要喊停 你们可以做到吗 很好,淡诺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吧 这个大陆是欧洲 被刷成了黄色 淡娜,轮到你了 这个大陆是亚洲 它是不是很大 它的颜色是蓝色 带诺,轮到你了 这个大陆是北美洲 是橙色的 带诺,带诺,带诺,准备好 你是下一个 这个大陆是南美洲 颜色是粉色 带诺,现在你来喊停 这个大陆是澳大利亚 是绿色的 是绿色的 带诺,该你了 这个大陆是非洲 是红色的 带诺,准备好哟 这个大陆是南极洲 是冰蓝色的 小恐龙们快看 你们的拼图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一张世界地图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有哪些大陆和颜色吧 蓝色,亚洲 红色,非洲 橙色,北美洲 粉色,南美洲 冰蓝色,南极洲 黄色,欧洲 绿色,澳洲 太棒了 今天真的很有趣 带诺,带诺,带诺 我们下次见 嗨,带诺 我们来转一转带诺转盘 看看今天要做什么吧 会是什么呢 哦,我们要学习不同的形状 而且我们要一边画画 一边学形状 好像很有意思嘛 我们要去草地上完成这个游戏 带诺,快出发吧 嗨,带诺,带娜 你们已经准备好画画了吗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先画个图形 然后来猜一猜画的是什么 最后再来学习它的形状 怎么样 太好了,带诺 不如你先开始吧 带娜,这是什么呀 没错,是一个球 你知道它是什么形状的吗 太棒了 太棒了,戴娜 这是个圆形 现在你来画吧 太棒了,它画了一个核子 你知道核子是什么形状吗 你们真是太会猜了 没错,它是一个正方形 带诺,再来画一个吧 这个体难道 带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带娜,你又答对了 这是房子的身体 又是屋顶下面的那个部分 带娜,你来画吧 我觉得这幅图和你们画的房子有点联系 答对了,这是屋顶 这个的确很难 这是什么形状呢 好吧,我来给点提示 它有几个角呢 一,二,三 它有三个角 所以它是什么形状呢 叫三个角吗 你们已经猜得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三角形 我们再来画一个图形吧 戴诺,你来画,好吗 嗯,这回会是什么呢 戴诺,我们不再猜了 到底是什么呢 你画了一个椭圆吗 戴诺,你真是太有创意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形状就叫椭圆形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刚刚画的形状吧 首先,我们画了一个球 它是圆形的 然后,我们画了一个盒子 它是正方形 下一个比较难 房子的身体是长方形 屋顶是三角形 最后,我们画了一个椭圆形 就像一个鸡蛋,对吧 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现在我们来玩乐一下吧 要不要玩你追我的游戏啊 太棒了 戴诺,戴娜,再见 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戴诺,戴娜 晒太阳是不是很舒服啊 今天想学些新知识吗 好的,小恐龙们 戴娜,你能转一下戴诺转盘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吗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带诺转盘转起来 指使大门就敞开 在那 快看 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按钮 看看指针下一次会指向哪里吧 我们要坏坏了 我希望能在户外 我们要去公园 戴诺,戴娜 你们准备好去公园画彩色画了吗 太棒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戴诺,戴娜,快看 准备了一张大纸给我们画画呢 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戴娜,你想先来选颜色吗 看,戴娜选的是黄色的颜料 戴诺,没错 黄色就是你的颜色 好了,戴诺 戴诺,该你去选颜料了 戴诺选择了红色的颜料 看,红色和黄色混合在一起 变成了橙色 戴诺,你再选一个其他的颜色吧 看,戴诺选了蓝色 戴诺,你想再选一次吗 看,戴娜选了红色 两个颜色混合变成了紫色 戴诺,戴诺,戴娜,戴娜,你们真棒 今天学到了好多颜色呢 你们还记得是哪些颜色吗 戴娜,没错 你们学了黄色 红色 和橙色 戴诺说得也不错 还学了蓝色和紫色 亲爱的戴娜 你真的是很喜欢颜色啊 小恐龙们 今天表现得真不错 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戴诺戴娜 你们准备好学习和玩耍了吗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的按钮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指针会停在哪里呢 是数字按钮 那下一步呢 是甜点 地点是蛋糕工厂 我们赶快去 一边做美味的巧克力点心 一边学数字吧 你们准备好 开始学数字了吗 太好了 首先 我们需要做一个圆形的点心 戴诺 你能按一下按钮吗 一个圆形 戴诺 你真棒 你做了一个圆形的甜点 戴娜 你想来试试吗 我们来做两个三角形的甜点吧 一个三角形 两个三角形 戴娜太棒了 我们再来做一些吧 戴诺 戴诺 你能做三个正方形的甜点吗 一个正方形 两个正方形 三个正方形 戴诺 快停下来 糟糕了 戴诺 你按了太多次 做了太多正方形甜点了 别担心 戴诺 可以把多出来的点心送给你的朋友们当礼物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学到的数字和形状吧 一个圆形 一个 两个 三角形 一个 两个 三个正方形 戴诺 戴诺 你们太棒了 好好享受你们的甜点吧 嗨 戴诺 戴诺 你们好 今天一起来学点新知识好吗 嗨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的按钮 然后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嗨 嗨 嗨 看呐 是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哪里呢 我们要用冰淇淋蛋卷来学数数 那我们会去哪里呢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要在公园里数蛋卷 学数字 嗨 戴诺 戴诺 你们想学习数冰淇淋蛋卷吗 首先 快去拿我们的冰淇淋吧 这些不是真的冰淇淋哦 等会儿给你们买真的 蛋卷上的数字是几 就要放几个冰淇淋 准备好了吗 小恐龙们准备好学习第一个数字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戴诺 往那个写着一的蛋卷里面 挖一勺冰淇淋吧 戴诺 太棒了 你的蛋卷有一勺冰淇淋 戴诺 轮到你了 戴诺 你做得真不错 你的蛋卷有两勺冰淇淋 伙伴们 我们再来试试好吗 好的戴诺 你挖两勺 戴诺 你挖一勺 你想吃真的冰淇淋吗 我们数完数再吃吧 戴诺 把你的两勺放到三号蛋卷上吧 二加一等于三 戴诺 简直完美 戴诺 该你了 把你的一勺放在戴诺的两勺上 这样就有了三个冰淇淋球了 戴诺 戴诺 你们太棒了 你们今天学到了三个数字 你们还记得我们学了什么吗 没错 你们学了一 二 是的戴诺 还有三 戴诺 怎么了 你是在问你们能吃冰淇淋了吗 当然可以了 戴诺 戴诺 好好享受冰淇淋吧 我们下次再见 嗨 戴诺 戴诺 你们好 今天想学些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的按钮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带诺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哪 是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哪里呢 我们要数姜柄人 会去哪里呢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要去公园里数姜柄人 学数字 首先 快把你们的姜柄人拿起来吧 看 一个姜柄人 扭一颗纽扣 另一个 有两颗纽扣 现在,让我们将笔人的钮扣数量和木板上的数字配对吧 你们准备好学习第一个数字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戴诺,把你那一颗钮扣的薑饼仁放在数字一下面 戴诺,太棒了,你的薑饼仁有一颗钮铐 戴娜,该你了 戴娜做得也很棒,你的薑饼仁有两颗钮铐 伙伴们,要再来一次吗 戴诺,给你这个三颗钮扣的薑饼仁 戴娜,给你四颗钮扣的薑饼仁 戴诺,你是不是很想尝尝薑饼仁是什么味道呀 等我们学完数字再来品尝好吗 好的,那就开始数数吧 完美,戴诺,你的薑饼仁有三颗钮扣 戴娜,轮到你了 太厉害了,你的薑饼仁有四颗钮扣 戴诺,戴娜,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今天学到了四个数字呢 你们还记得是哪几个数字吗 戴娜,没错 我们学了一,二,是的戴诺 还有三和四 戴娜,怎么了 你在问能不能吃薑饼仁了吗 当然可以了 好好享受你们薑饼仁吧 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戴诺,戴娜,你们好 哇,戴娜,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祝你生日快乐 你想在生日这天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戴娜,快转一下戴诺转盘 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知识吧 过生日 我们学习,我们玩耍 戴诺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是形状按钮 看看指针下一次会指向哪里吧 我们要举办生日聚会 地点会在哪里呢 哇哦,戴娜,真是一个生日惊喜 我们要去公园里学形状 太好了 小恐龙们,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气 好的,那我们出发去公园吧 我们先从生日帽子开始吧 你们知道这些红色的生日帽是什么形状吗 带诺,没错,是圆椎体 哇哦,你们两个好酷啊 好,下一个是什么呢 带娜,你说得对 我们需要给聚会准备食物 我们需要给聚会准备食物 你们知道这些奶酪被切成了什么形状吗 带诺,带娜,带娜,我们今天还要再学一个形状 你们能猜猜是什么吗 带娜,快看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快打开看看 然后告诉我们你的礼物是什么形状吧 带娜,看哪 是一个迪斯科球 你知道这个形状是什么吗 带诺,没错,是一个球体 带娜,生日聚会已经准备好了 你还记得我们学了哪些形状吗 没错,你们有圆椎体形状的帽子 中方体形状的奶酪 和球体形状的迪斯科球 带娜,生日快乐 好好享受聚会吧 我们下次再见